漂亮的妹妹今天又是这样的精彩 这个光彩照人的来到了我们的舞台上 在每一个舞台上都是那么 那么那么 惊人的证人这个 惊艳啦 可以见到女生她说话都说不清楚 这个 这个感觉怎么样今天 舞台很棒真的 很享受 就在台上那几分钟就是 哎呀不好意思 刚才吃了个樱桃 刚才在等的时候吃了个樱桃 没有没有很开心就是 回来演出 我觉得每次在湖南卫视演出 感觉都有回家的感觉 所以就会很奇怪 会比其他地方要放松一点 然后会比较享受在台上 那是不是就是 谢谢 来要不要帮你拧开 不用不用不用我下去喝 要不要这个说 和湖南卫视有这么深的感情 那是不是湖南卫视 就每一次的邀请你都会来呢 肯定啊 当然吗 求之不得 那像那个快乐女生 你就来了 对不对 对 那特别想知道快乐男生 还会来吗 只要你们开口我一定来 太一切了 行了 开反了 你说我们今天站在这儿 就是又为了解决这事呢 他一直在下套 你没听出来吗 这件事情有疑问吗 对 2017年的快乐男生 2017年1月1号马上就启动 对 然后我们想 马上就启动 1月1号就启动 对 正式的邀请你来当我们的评委 可以吗 真的啊 嗯 哇 哎 好 快乐男生很需要你的 哦 我会很荣幸哦 好啊 但是你怎么这么不知道 1月1号启动 那就这么定了呀 对 好一言为定 对 我刚才能够看到那个文杰 一直都这样特别爽朗的性格 无论是在生活当中 还是在舞台上 所以我想这也一定是 很多喜欢你的歌 喜欢你的音乐人 最喜欢你的理由 是吧 那这样 觉得我有点 好 那今天呢 我们的2017年要到了 来 先许一个2017年的一个最美好的愿望 首先是新年快乐 2017到了 然后祝所有的朋友们 可以有一个新的目标 达成新的愿望 当然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 然后工作顺心 对 就像我这样 如果说有点发烧 站在台上的话很容易晕 那你离我要远一点 那我们今天 我今天要给我们现场的一位朋友 一个回答的机会 好 好 谢谢 你好 我是那个芒果直播的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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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 对了 眼睛太大了 不好意思 你好 我是芒果直播的 你好 首先我想代表芒果直播 祝福你新年快乐 谢谢 是这样的 因为明年你是快乐男生那个代言人嘛 所以我想 对 他是快乐系列超级系列的代言人 所以我想问一下 明年你会以什么身份出现在快乐男生呢 评委呀 刚不敲了吗 对啊 只是评委吗 我大概在三个月之前知道我会做评委 除了评委还有什么吗 还有其他就是 或者评委 我也不知道 不然他就只能当主持人了 对 主持人我肯定当不了 我的嘴皮子不够溜 当然可以 我觉得今天晚上你表现得要比我好 然后我们两个今天就可以再几个掌 嗯 对 这就决定了 大坏了 芒果 这样就算应聘上岗了 是吗 对啊 我们总的要有点仪式感 好吧 这仪式不错 好的 可以给我们芒果直播的粉丝打个招呼吗 芒果TV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尚文杰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芒果TV所有的节目 当然也有快乐男生 至于在里面担当什么职位呢 我现在就是可能有点懵 但是会非常乐意被邀请 然后去那里 不管是给大家唱歌也好 还是做其他的 这个完成其他任务也好 所以希望大家也多多期待 芒果TV的快乐男生 好的 谢谢 谢谢文杰 谢谢 谢谢快乐 谢谢大家 你越来越讨人喜欢了